同学们大家好 上次课呢我们学习了AD9的发展史和AD9的简单功能介绍 这次课呢我们学习一下AD9软件的安装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软件的安装环境 这个软件呢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它的本身安装软件可能在有一季多 然后安装完成以后可能有3.5G 所以我们安装条件的话 就是你安装的硬盘空间首先剩余要够3.5G 但是理论上肯定你要远远大于这个数才可以 然后内存呢最好是在至少要1G以上 这个我觉得现在普遍使用的电脑应该都会配置内存 应该都会在4G左右4G以上了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硬盘空间就看哪个盘空间比较大 可以装到选择安装在哪个盘 然后安装的时候呢最好关闭一下防火墙 以及相关的杀毒软件 然后呢我们在安装这个软件的时候 首先会肯定有一个找到相关的安装软件的问题 我们下载的时候我们注册一下我们在搜索百度搜索的时候注意一下安装版本是32位系统的还是64位系统的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下面我就介绍一下安装步骤 安装步骤呢就是我们首先呢要运行这个outrun 就是自动安装这个exe文件 如果是没有自动安装的话可能有一个会有一个setup.exe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setup.exe装一下 如果没有outrun 然后呢双击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就选第一项就行了 就是安装这个ultimate designer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呢就会出现一个欢迎界面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反应 这是我们直接选next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版本协议声明 肯定我要选择我同意accept 不然的话不然我怎么进行下一步呢 然后选next 然后接下来会出现用户信息界面 这个是需要添用户名和相关一些信息 这个根据个人情况自己添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个选择最好是任何使用这个计算机的人 然后选择next 然后最后会接着会出现的是你的一个选择的文件安装路径 这个看你哪个盘空间比较大 或者你习惯于把这些安装软件装在哪个盘 你就选择一个合适的路径就可以 最后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 安装这个步骤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说的 但是安装以后完成破解需要说明一下 就是网络上流行的版本一般破解是会先 会有两个文件需要处理一下 一个是运行一个AD9的King 然后呢选择打开模板加载这个AD9.ini 当然这个文件也是本身下载的时候就有的 然后你如果想改你名字的话 就是把这个Horse这个文件改成你自己的名字 替换一下就行了 它会生成一个ALF的文件 然后你到时候会去需要你加载一下 然后呢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在 就是运行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呢对 根部的dxp.exe文件打补丁 这个要注意的时候 这个软件运行的时候 AD9是没有运行的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这个打完补丁以后启动dxp 然后在那个开始菜单里 菜单dxp 然后选择找到那个加载license文件 这个加载之前生成的这个ALF文件就OK了 这时候这个文件 这个AD9就算最终成功的安装完成了 我提几点注意事项吧 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打开的软件 它会有这个提示 就是说 不是不支持64位系统 这时候呢 你需要进行一个操作 这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配置需要 设置一下 然后呢 你又选择dxp底下的Performance 然后呢 FPGA 然后JVSV6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Opation里头的 所有的打勾的都去掉 编辑OK 然后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应该能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运行这个ADS09 Crack的时候 对dxp.exe打补丁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个异常退出的情况 这时候呢 要注意几点 第一个是运行破解式 AD9软件肯定是不能运行的 然后还有就是关闭你相关的SAT软件 这可能会影响这个软件的运行 如果还不行 第三点就是把那个 本来这是在你安装目标底下的dxp.exe 你把它先复制到桌面上来 然后再运行这个软件 对它打补丁 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是会解决的 然后加载ALF文件 就是启动dxp程序 然后在这个窗口中点击 增加这个Lessence文件 然后加载就可以了 基本上有这些注意事项吧 如果应该大家会 我相信大家会很顺利的把这个软件安装完成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小作业呢 就是说希望大家能从网络上找到破解版 然后呢把它安装完成 并运行一下熟悉一下这个界面吧 好了 这次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